嘉義縣的聖賢宮13年前從西口鄉搬到大陵鎮 聖賢宮的官聖帝君指示 今年要回老家巡礼 因為現在全台灣嚴重缺水 特別選在聖賢宮西口鄉老家舉行祈禺典禮 貴賓們身著汉服 寺廟幹部則穿著長袍馬褂 祈求上天及時降下甘霖 以解全台水患之苦 最近大家都在祈禺 希望天可以趕下 因為不然這個災情會越來越嚴重 官聖帝君祈禺的儀式請館長來 來替所有的佩祀來祈禺 這次大陵鎮聖賢宮回老家西口鄉鬥正行 一共吸引五百多位各地的善男性女參加 一大早六點就由武師揭開序幕 還有太子爺等各個鎮頭十分熱鬧 縣長翁張良 縣議員吳思榮 陳信文 消防局長呂青海 建廟主委呂武警 民雄鄉農會總幹事圖文生 公主蔡立輝等人點燃騎馬炮 接連三聲巨響 春回產業負責人呂武警等福教 巡禮隊伍出發 在關聖地軍回城起駕途中還前往大陵鎮安霞宮 受到廟方跟信徒熱誠歡迎 在這裡短暫住假半個小時後整個隊伍晚間六點回到大陵聖賢宮 以鼓禮香彈首先入廟 一個小時後關聖地軍入廟 讓這趟返回老家巡禮之旅 圓滿完成整個祈禦回老家的儀式 記者 故事生 吳瑞欣 嘉義報導 還給我 Hoff мне了 唔到廟 謝傲 問題 是 阿